我知道一家很好玩的爸 我帶你去 又去 最後 然後一到現場 這酒好不好 很好 我們來喝 我說我有開車 他就說好 那你趕快 去把車停在路邊 你回來跟我喝 OK嗎 我說OK 停車走回來 我說Owner 我忍了一個晚上 我忍了一個晚上 然後他最後 我要回家 而且他在 他講這句話 是在我終於跟他喝到 第一杯酒之後他講這句話 搞得我不曉得該不該開車 還是要坐計程車 人生嘛 難免遇到這種怪事是不是 你說這個局爛不爛 我近期復過最沮喪的局 是因為講假的 為什麼 而且有一天下午打電話來說 Mountain我要買東西 來 你陪我去買 我說好 那我坐計程車找你 幹嘛 開車啊 我說好 開車 接他 接完他之後呢 我想說那就結束回家 他接著說 我有一個日本客戶要來 我們去應酬 好 應酬坐下來就開始喝酒了 然後工作說 來喝一點 跟我日本客戶喝一點 我說不行 我開車不能喝酒 對...忘記你有開車 喝很高興 喝完之後呢 我想說終於結束了 因為我酒從我已經開始犯了 我說終於吃完飯可以回家了吧 結果他這個時候又說 Mountain 我又有那個朋友從南部上來 我要去跟他們喝酒 陪我去 我說好 去 就這樣子 又你開車 又我開車 因為我沒有喝酒啊 然後就這樣子綿延不絕的 從傍晚五點一直到... 還有他工作完沒 還好啊 但是在喝酒啊 他想喝酒 但他不能喝 他開車 對 你幹什麼 我叫你 我說 路邊 車停路邊了嘛 不行 你那個車是誰要偷啊 他車身 想到怎麼樣 我說你一把洗的時候不要 我承認是一塊廢鐵 從現在開始 我車賣掉之前我都不行 怎麼堅持什麼 對啊 沒有 反正我想說我載他出門 我就要載他回家 這個想法 後來到底有沒的地方 然後呢 有嗎 有妹嗎 我不記得 那你還是不能喝啊 我還是不能喝啊 所以就有女生在旁邊幫我倒水 我只能喝開水 我喝到已經滿肚子的水 因為我從下午五點開始喝水 喝到半夜十二點 我都只能喝水 好 然後 看這個老哥多挺你 是不是 最後 最後終於 我想說他所有的 所有跟朋友的交際應酬都結束 我可以載他回家 他說 Mountain 他已經喝了有點醉 他說 Mountain 我知道一家很好玩的爸 我帶你去 又去 最後 然後一到現場 這酒好不好 很好 我們來喝 我說我有開車 他就說 好 那你趕快去把車停在路邊 你回來跟我喝 OK嗎 我說 OK 停車走回來 我說 Mountain 我忍了一個晚上 然後他最後 我忍了一個晚上 然後他最後 我要回家 我忍了一個晚上 然後他最後 而且他在 他講這句話 是在我終於跟他喝到 第一杯酒之後 他講這句話 搞得我不曉得 該不該開車 還是要坐計程車 人生嘛 男女遇到這種怪事 你說這個 你說這個局爛不爛 爛 我帶他去吃飯是吃野獸屍耶 不是什麼 是個一百塊草耶 那你接送人家一下 是什麼樣子 你知道嗎 野獸屍啊 我還要不接送他 前面一元那兩三千塊耶 對啊 過值耶 王以路有個故事 對啊 很恐怖 是妳朋友 我朋友喝醉了 然後最可怕就是 我沒醉 明明就是已經走路都走不了 還沒醉 你找他出來已經醉了是不是 沒有 他是到了現場以後 他才喝醉 然後我們明明才喝了 可能我們才喝了五分 他自己可能就已經到達一個 最完美的境界了 然後可是就一直醉一酒 然後大家看現場的狀況 就已經不對了 他就一直在拍桌子 然後一拍桌子 就大喊我沒醉 然後他就摔杯子 然後要掀錢櫃的桌子 然後還好錢櫃的桌子是 掀不動 掀不動 沒有 我也有過這次 對 掀不動 胸肌拉傷 然後我們就想說 那想辦法就先安撫他 就叫他先睡一下 他就趴著說沒醉 然後就趴著 然後就吐 就吐在自己的身上 我吐 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那個酒啊 是用溢出來的 可是他沒有吐 可是是溢出來的 就一直溜... 還是妳在旁邊繼續到的 沒有 然後最尷尬的是就是 待會兒這個局閃了 不知道要怎麼送他回家 報警嗎 喂 這邊有路導 有沒有一名女子 有男的 有男的 就交給男生啊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男的 真的很建議有為 我們對他從此大加分 他就壯壯的 他就背那個女生 可是你那個是內亂型的 我遇過外患性 外患性是怎樣 好 就是我們很怕說 譬如說今天那個 我扶乙露出來 他有點醉 然後如果說這樣子被拍到的話 不好看 那你一直怎麼樣 嗶的出來 沒有 我遇過一個女孩子是 她穿得像乙露這樣的靴子 我剛剛看到她的靴子 我突然想起來 走到路中央 走到人行道上面的時候 突然說 忙著 我那個 然後他就在所有鏡頭 都被拍到的那個地方 開始脫靴子你知道嗎 他就一手扶著我的肩膀 一手穿迷你裙短裙 開始脫靴 可是斜架就對了 對 然後開始要倒那個小石頭 就是沒有這個東西啊 我上次就講 半板 在哪裡 對 你們就是 你們外面啊 沒有 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那是怎麼樣 也是同樣情形 朋友的女生 一個女生喝醉了 也沒辦法走路你知道嗎 那我朋友也喝醉 大家都喝醉了 然後就上來就 就這邊扶個那邊 扶個那女的 那女的就這樣子嘛 那我就一直扶著她你知道嗎 我在那邊 我就想說要怎麼辦 你把他叫計程車 我問說你們要不要有開車 你不要開了 去停那邊 你們都叫計程車 然後我就跟那女的講說 你可不可以 他說我可以...我沒喝醉 你可以喔 我去叫計程車喔 我只站在前面去攔一下 好 可以... 我手放開去攔計程車之後 他竟然就這樣 在地上你知道嗎 直接這樣子啊 對 就那樣子 然後 就第一張照片就是我叫計程車 我告訴你 你們... 屍體 第二張照片 第二張照片就是我趕快跑過去 把他扶起來你知道嗎 我把他扶起來 然後健身把他打開 他沒辦法把他打開 然後我想辦法把他... 塞上去之後 關門之後 我自己不曉得 為什麼做了一個這個動作 第三張 第三張